用琵琶與手風琴 演奏改編自蒙古樂曲的七拍子 還有用舞蹈探討多元平等的阿中與我 都為藝術帶來新的啟發 2021第13屆TIFA台灣藝術節 邀請國內外頂尖出色的藝術團隊 推出19檔節目64場演出 將在國家兩廳院雲門劇場隆重登場 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樣子的演出 然後從不同的族群的背景 從不同的演出的形式 那或甚至於是像我們這次有 周書玉跟阿中他的這個 阿中與我這樣子一個作品的出現 我在一定程度上都覺得 這好像不只是疫情的一個反彈 而是終於有這樣子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一次的展現出 台灣真正那個文化力的力量在哪裡 2020年TIFA藝術節受到疫情影響取消演出 也讓藝術家們累積了豐沛的創作能量 將帶來十二檔精彩節目 兩廳院也做好準備要展現台灣藝術文化 大爆發的力量 因為2020的TIFA的取消 導致於我們明年的節目裡面 國內的團隊的演出比例非常的高 那當然現在其實國外的團體能不能夠來台 我們到現在雖不放棄 可是他很難說不會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很有可能他說不定到最後變成是一個 以台灣節目為大量的一個TIFA 那這個是從來很少有的狀況 那但我也說其實再壞的事情 他都有一個很大的收穫 那今年最大的收穫與我而言 就是看到台灣文化藝術能量的大爆發 2021TIFA台灣藝術節將才兩階段銷售 國內節目於12月起售 國家交響樂團及國外節目 將於2021年2月起售 希望打造民眾與藝術最近的距離 展現在疫情中台灣文化復興的力量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